看起來還有一點纖維化的變化 新冠肺炎首例確診女台商 出院後仍然有後遺症 肺部纖維化 這被稱作菜瓜不肺的重症後遺症 一般認為難以痊癒 終身影響肺功能 不過張上淳公布一項7年前的個案 肺纖維化似乎有轉機 那可以看到他的光片 就是這樣一片白白白白的 2013年張上淳參與台灣首例 HTN9的個案治療 4月9日台商從蘇州回台 20日呼吸衰竭 21日嚴重到要使用葉克膜 還要洗腎 直到5月2日停掉葉克膜 後續病情逐漸穩定 但出院時肺功能嚴重衰退 胸部位置光就看得相當的乾淨 可是電腦斷層掃描就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像纖維化的一個變化 患者離院前的斷層掃描 白色區域明顯纖維化 但兩個月後可以看見纖維化逐漸改善 到了隔年1月 電腦斷層顯示肺部幾乎乾淨 肺功能檢查 氣體交換能力 也從剛出院的38.82% 四個月後回復到七成 半年之後完全恢復 完全恢復到正常 一方面讓大家知道說 台灣其實我們的照顧 醫療照顧能力 照顧品質真的是非常好 累計至目前重症35例 占8.2% 其中24人使用過呼吸器 有一半脫離康復 另外7人使用葉克膜 也有近半已經脫離 醫療團隊針對重症病人 對症下藥細心處理 除了維持低死亡率 更希望減少後遺症 造成患者終身影響 接著姚立強持續跟太陽報導